欢迎收听有声书 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六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十章 赵国名将李牧 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赵国 也是天意使然 公元前230年 赵国的带地发生大地震 据史记记载 紫月徐以西 北至平阴 台屋强环 太棒坏 地拆东西百三十步 造成的破坏可想而至 到了公元前229年 赵国又发生大旱灾 庄稼地里颗粒无收 民间传唱着一首歌谣 赵国哭 秦国笑 谁要是不相信 那就看看地上长不长草 秦国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再度出兵公兆 秦军兵分两路 一路由王俭率领兵出上党 直下景京 进河北省景京 另一路由杨瑞和率领兵出河内 进逼邯郸 赵国则派李牧和司马上率军抵抗 中国古代有一篇签字文 是少年儿童通用的启蒙读物 其中有一句 齐检坡木 用军醉精 所谓齐检坡木 就是指白起 王茧 连坡 李牧 因为这八个字 后世也有人将四人称为战国四大名将 这种说法有些片面 战国时期人才辈出 能够与这四人比肩的兵法家不在少数 吴启 岳阳 孙斌 庞涓 初礼吉 甘茂等人都可圈可点 所以将战国四大名将改为战国后期四大名将或许更为合适 王茧是土生土长的关中人 自幼研习兵法 少年投身军旅 通过累积军功 一步一步做到将军的级别 据史料记载 王茧第一次独党一面 是公元前二三七年进攻赵国 去燕羽 辽阳等地 为秦国攻占张水流域 立下大功 秦国诸多将领中 王茧以稳重而闻名 号称不败之将 同样没有打过败仗的李牧是赵国 伯仁人 经河北省邢台 原本镇守带帝燕门一带 防备匈奴人进攻 匈奴及春秋时期的荣人敌人 战国时期的胡人是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中 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支 他们逐水草而居 善于骑射 经常入侵 秦 赵 燕等国北部边境 所到之处屠杀平民 焚烧房屋 摧毁城池 劫掠财产 给这些国家造成巨大的困扰 由于匈奴人骁勇善战 来去如风 防不胜防 各国都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只能抓紧修筑长城 企图依靠城墙将匈奴人拒之门外 即便如此 匈奴人仍然能够突破长城的薄弱环节 抢到他们所需要的牛羊 粮食和俘虏 然而 当他们遇到李牧的时候 发现自己遇到了最难对付的敌人 李牧也是采取防守策略 但是和别人有所不同的是 他在燕门关外修筑了许多烽火台 又派大量骑兵出去侦察 因此 每次匈奴人来进犯 他都能提前得知情报 及时将部队 百姓和牲畜 粮食 统统撤入城内固守 坚决不出战 匈奴人不善于攻城 也不善于打持久战 又抢不到粮食来补充军粮 只好在城外叫骂一番 空手而归 匈奴人一走 李牧又活跃起来了 将部队拉到关外去练习骑射 战士们没有和匈奴人正面交过风 因此没有军功 他就根据平时训练的成绩予以提拔 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 便安排到相应的位置上使用 燕门边境交易频繁 官府在市场上 常常能够收到大笔税金 李牧将这些税金全部结下来 用于改善部队的生活和待遇 他几乎每天都要杀几头牛 来犒劳士兵 还时不时让人买来好酒 与将士们同饮 毫不夸张的说 燕门守军是全赵国 不 应该是全天下待遇最高的部队 将士们牛肉吃着 小酒喝着 日子一长 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纷纷主动要求出战 李牧本来笑眯眯 很和气的样子 一听说有人要出战 立刻板起脸 下令说 一旦匈奴人来犯 全体将士立即退进城堡 绝不出战 如果有谁不听军令 擅自出战 就这样 他在燕门驻守了几年 赵军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匈奴人也没占到任何便宜 匈奴人每次冲到燕门关外 对着厚厚的城墙 无可奈何 便极尽辱骂之能事 嘲笑李牧是胆小鬼 城内的将士也有人暗中说 咱们的将军确实是个胆小鬼 李牧听到只是笑笑 不当一回事 匈奴人撤走之后 他照样出关 训练士族 周而复时 那时候还是赵惠文王当政 赵惠文王在历史上口碑不错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沉不住气 他听说李牧一直闭关不战 也认为这是一种胆怯的表现 多次派人去责备李牧 但是责备归责备 李牧照样是我行我素 甘当缩头乌龟 后来赵惠文王 干脆让李牧回来 另派他人去驻守燕门 新手将移到燕门 便忠实地执行了 赵惠文王的命令 匈奴人每次入侵 赵军都针锋相对主动出击 结果一连打了几次败仗 部队伤亡惨重 边境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遭到毁灭性打击 赵惠文王只好又厚着脸皮 去请李牧出山 李牧将家里的大门关起来 推说自己生病 但赵惠文王还是一再相请 李牧说 如果您一定要用我 那就允许我用我的方式 不要再进行干涉 在得到赵惠文王的保证之后 李牧又回到了燕门 他一到部队 又恢复了原来的做法 将燕门防守得像铁桶似的 一连几年 匈奴人都一无所获 他们半是失落 半是蔑视的说道 那个胆小鬼又回来了 就在匈奴人百无聊赖之际 李牧开始行动了 他挑选了1300胜战车 13000名骑兵 披甲勇士5万人 弓箭手10万人 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袭击部队 然后让百姓们出关去放牧 弄得满山遍野都是牛羊 匈奴人得到情报 开始还很谨慎 派出小谷部队去试探 结果斩获颇风 蝉鱼也就是匈奴首领 看到那上千头抢来的牛羊 禁不住大喜 亲自率领大军 前来进犯雁门 迎接他们的是 铜墙铁壁一般的赵军部队 蝉鱼看到这阵势 多少有点吃惊 但是不及细想 因为赵军突然阵门大开 1300胜战车在前 5万名弓箭手紧随其后 朝着匈奴军直冲过来 平原上作战 战车的威力远远大于起兵 但是灵活性就差很多 匈奴人对于赵军的车阵 早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对付办法 蝉鱼一声令下 匈奴骑兵边向两侧移动 让开大路 准备从两翼进行包抄 赵军显然早料到了这一招 只听得中军一通鼓响 1300胜战车放慢速度 形成了十余个环形车阵 这样一来 战车变成了临时堡垒 弓箭手则躲藏在车阵内 用强弓尽弩射杀 在前短兵在后 弓弩压阵 如同森林一般压过来 李牧的这种战法 使得匈奴骑兵的优势 完全无法发挥 蝉鱼一看势头不对 联盟命令全军撤退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李牧的13000名骑兵 从左右两翼包抄过来 如同两把铁钳 牢牢的封住了匈奴军的退路 匈奴骑兵的优势在于 机动以及游牧民族 与生俱来的骑马射箭的本领 如果丧失了机动力 而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 中原部队混战 基本上等于找死 这一战的结果 匈奴军战死十万余人 蝉鱼侥幸逃得性命 从此十余年 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 李牧因此名声大振 号称北边梁将 并且在连坡出走之后 成为支撑赵国大局的主要将领 在秦国与赵国的战争中 只要李牧出马 结局必定是赵国获胜 当然迄今为止 李牧和王俭还没有正面交锋过 究竟谁是当代天下第一兵法家 在即将到来的秦赵两国决战中 答案似乎很快可以揭晓 赵国名将李牧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真正在徽赵国旅行